上集说到我们的游戏开发部 因为还是需要拿到成果才能阻止飞步 于是他们再次前往的废墟 想要寻找Gvible 然后做出最好的游戏 才拿到成果来保护社团 他们也成功在一台电脑上得到了Gvible 虽然那台电脑感觉怪怪的就是了 但Gvible呢却是有密码的 他们就去找了贝尼塔斯 想要破解Gvible的文件 但想要破解这个呢 就需要一个叫做静止的工具 而那个工具现在在学生会那里 而且负责保护那个地方的是 千年最强的武装集团CNC 在得知CNC最强的灵友不在后 为了保护社团游戏开发部和贝尼塔斯合作 想要一起把静止拿回来 而且CNC最强的灵友不在 他们不是完全没有胜算 但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 他们还找了工程部来帮忙 不过他们回来的事情呢 也被邮箱知道了 因为贝尼塔斯的部长杨奎 把他们的情报告诉了邮箱 很快的就到了他们计划开始的时候 到底接下来的剧情会如何发展呢 就让我们看下去吧 在一开始他们就开始行动了 他们为了突破电梯的指纹识别系统 让爱丽丝连同盟一起击破了 但爱丽丝马上就倒下了 然后被关在了千年学生会的反省室 而现在学生会想要修复电梯的保全系统 是有点困难的 只能唤醒的 但我们的邮箱也不傻 他大概猜出来了 这个可能是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他们换上新的保全系统 再加上爱丽丝使用的武器是工程部制作的 大概猜出了工程部可能和他们合作的事情 所以这个可能是陷阱 所以邮箱马上安排人去买最强的保全系统 但绝对不能是工程部制作的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这个确实是他们的计划 情况也基本上和他们预期的一样 基本上准备阶段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到晚上的时候呢 他们的作战计划正式开始 证据也简单说了一下他们的作战计划 在两个小时前 贝尼塔斯把镜子所在的地方告诉了大家 同时也说了 他们需要突破的防御数量呢 只能说是相当的多 但要前往那个地方呢 就一定要搭电梯才行 那个电梯呢 也只有学生会的成员才能用指纹识别 而且最顶楼的房间呢 是分成不同的区域的 如果砸门放了下来的话呢 同样需要学生会的成员才能解除 如果识别失败什么的 才会放更坚固的闸门 到时候他们就很难突破了 其他东西贝尼塔斯想要害入呢 是做得到的 但保全系统基本上与外部网络隔绝 也就是说基本害不了 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弱点 那个就是只要电力被切断的 系统就会自动连接到外部的网络 那个时候就有害进去的机会 用他们超小型的EMP 就能趁机会瘫痪所有系统 时间只有6秒 但6秒也够了 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想办法利用这些情报来获胜 而作战开始没多久 他们的行动就被发现了 朱英也前去亲自处理淘警他们 但在那里的并不是淘警他们 而是增基和雅度利 原来是因为 现在学生会的监控呢 大概率早就被害掉了 其实一直都是播放着影片给他们看 所以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而此时淘警他们也已经来到了 电梯的地方 也触发了系统 那种闸门也降了下来 虽然朱英表示我的指纹可是有登记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可关不住我 但很快的就被打脸了 因为他的指纹验证失败 更坚固的闸门也降了下来 优香虽然想要找附近的学生会成员盛烟奶爱去帮忙 但他的指纹验证同样也失败了 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原来虽然优香想到的工程部会和他们合作 但他却没有想到现在换上的保全系统同样也是工程部做的 因为工程部把制作者的名字隐藏了起来 也把这个保全系统认得比之前稍微弱一点 成功骗过了学生会 现在的话呢只要把CNC的成员都困住的话呢 接下来他们就能轻松过关了 再突破了不少机器人后呢 最后的闸门也解除了 马上就要到达静止的所在地 但虽然困住了朱英 不过CNC也不是只有他而已 另一位成员脚损花灵 用狙击枪在远处的高楼狙击着陶景和绿 虽然前几方因为还没掌握他们的速度 所以没了成功命中 但接下来这一发 花灵很有自信任100%命中他们 但有人表示100% 但我的计算结果可是0%呢 永夜带着自己的机器人出现在了花灵的旁边 看到永夜后 花灵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顺利的来到这里 原来是因为有老师和工程部的帮忙 杨葵之所以提供情报 是为了让他们陷入混乱的陷阱吗 但他没有多想 马上就把永夜的机器人解决了 当他要解决永夜的时候呢 永夜只说了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可是没有天花板的呢 很快的就以榴弹炮从天而降 这是响在远处发射的 想要攻击响的话呢 就要贯穿几层墙壁和天花板 就算你能做到 但你认为我会让你做到吗 这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呢 但突然远处传来的爆炸声 原来是竹银用炸弹炸开的阀门 竹银也马上和邮箱确认 淘行他们现在的位置 在得到具体的位置后呢 他们的计划也进行到了切断电源的那一步 很快的距离禁止的所在地 就差一点距离了 但他们却在这里遇到了 刚才竹银联络不上的CNC的成员 一直在明日耐 他靠着直觉猜出了他们会经过这里 所以就一直在这里等待 也成功被他等到了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面对CNC的成员 才能继续前进 但怎么想都好 他们都打不过明日耐 而且此时又一具机所在瞄准着他们 原来是花铃在那种情况下 还是成功打倒了永夜 并且牵制住了永夜 现在如果想要攻击花铃的话呢 永夜也会受到伤害 所以想并不能做些什么 画面回到了作战开始前 他们的讨论结果是无论怎样都好 照20分钟的时候都一定会被抓住 但他们突然想到了 有一个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个就是被关进反省室的爱丽丝 因为他们的计划中呢 在切断电源的时候呢 那时候会用小型的EMP来谈判所有的系统 也就是说关爱丽丝的地方也会受到影响 爱丽丝就可以趁着机会离开那里 先把镜子都锁在地 毕竟他们获胜的方法是获得镜子 所以获得都可以 画面回到现在 幼香和猪鹰呢 也出现在了淘警他们面前 淘警他们也十分清楚 如果在这里被抓到的话 只靠两个人大概率也做不到游戏了吧 基本上命运已经注定了 但此时突然有一发电磁炮击中了明人来 而且聚集也停止了 原来虽然害怕榴弹炮会打到永夜 但如果是闪光弹的话呢 就不会对永夜造成伤害了 所以想就一直用这闪光弹来阻挡花灵的事件 于是花灵就没有办法继续聚集了 而刚才的拉法电磁炮呢 是爱丽丝发射的 自然可以直接前往镜子的所在地 但爱丽丝表示 我玩过的游戏中 主角都不会放弃同伴的 于是就跑得过来支援淘警他们 现在花灵被牵制 明日耐动弹不得 人动得只有油香和猪鹰 他们三人就突破了这两个人的防御 成功却到了镜子的所在地 并在这里成功找到了镜子 但突然的他们听到了外面有脚步声 原本想着如果是偷袭的话呢 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吧 但请刷了来消息 要他们快点躲起来 爱丽丝也确认了对手的身份 是千年最强的学生 CNC的部长林柳 也就是说偷袭个屁啊 他们马上就躲了起来 他们很清楚和林柳对决的话呢 战略根本是0% 当林柳要找到他们的时候呢 突然的又只跑了进来 花黄称自己是学生会的成员 来找林柳是因为有地方需要林柳的帮忙 并表示自己因为很胆小所以不会参与战斗 还会待在这里整理房间 林柳也不是很在意这个事情 也答应了去解决那你的问题 同时也告诉了柚子 战斗中最重要的不是武器和经验 而是胆量 他也看出了柚子很胆小 但柚子还是鼓起了勇气 像厨师见面的林柳寻求帮助 这个就代表着柚子其实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勇气的 然后就离开了这里 可以看出 虽然看起来很凶 但林柳人的其实还不错 而林柳的离开呢 也代表着躲起来的三人没有被发现 这拨柚子的顶级救援呢 拯救了这个计划 接下来只要把镜子带回去就可以了 那他们到底能不能把镜子带回去呢 那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再说吧 再打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托